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的是 IP地址的直网划分 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其实还是属于IP协议的内容 但是本节课的内容呢 主要是对这个IP地址 进行一个直网的划分 也就是说是对这个IP地址的一个规划 那么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IP地址的内容 那么对IP地址呢 它的长度为32位 并且分成4个8位来记录的 那么平时通常都是使用 这个点分实际制来表示 这个IP地址的 那么每一个8位呢 都可以表示为0至255的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以下的6个呢 都是属于这个正常的这个IP地址 那么前面我们也知道了 对于这个32位呢 一共可以表示 大概42亿个这个IP地址 那么对于这里面的42亿个IP地址 来进行这个规划的话 如果说我们需要分配 没有一个很合理的分配方式的话 直接的对这里面的42亿个IP地址 来进行分配的话 那么这整一个规划 或者是分配呢 都是会更麻烦的 因此呢 才需要对这个IP地址 来进行一个规划 也就是本集课 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直网划分 那么本集课呢 我们将会学习三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分类的IP地址 我们首先理解这个IP地址呢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分类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学习这个划分直网方法 最后我们再来学习一种比较前卫的 这个划分的方法 称之为这个无分类编纸 西德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学习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分类的IP地址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了 我们直接对这个42一个IP来进行规划 或者是分配的话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呢 我们才需要对这个IP地址 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规划 那么在进一步的规划里面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IP地址呢 分成两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网络号 以及这个主机号 这两个部分的 那么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呢 它的长度为32位 那么根据这个网络号 以及这个主机号 长度的不同呢 又可以把这个IP地址 分成以下的几类地址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网络号为8位的 然后主机号为24位的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A类地址 那么除了这个网络号为8位的以外呢 还有这个网络号为16位的 并且这个主机号也为16位的 那么这样的IP地址呢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B类的地址 那么除了B类地址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分法 就是这个网络号呢 有24位 而这个主机号呢 有8位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称之为这个C类的IP地址 那么这样子呢 就简单的把不同的IP地址 分成了A B C的三类 那么这样子呢 可以更好的去划分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42一个IP地址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A类地址的网络号 它只有8位 并且它的首位是0 然后呢 是这个B类地址 那么对于B类的地址呢 这个网络号为16位 并且它首要的两位呢 是10 还有这个C类地址呢 它有24位的长度 然后它前三位是110 那么这里面的0 10 还有110呢 都是规定好的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同学们所记住的 那么有了这里面的A类地址 B类地址 C类地址 以及每一类的这个网络号 和主机号的长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运算了 这个表格运算了这个最小网络号 最大网络号 最小主机号 最大主机号 以及主机数量的这几个数据 那么首先呢 是A类地址 那么对A类地址呢 最小的网络号是0 对吧 全是0 那么它的网络号就是0 那么最大的网络号呢 就是01111117对1 那么这个时候 得到最大的网络号是127 那么这样子一运算的话 我们就知道 直网的数量有2的7次方那么多个 那么这里面呢 最小主机号呢 就是0.0.0 最大的主机号呢 就是255.255.255.255 那么这里面的主机数量呢 就是2的24次方 那么这个是很容易得到的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B类的 这个地址的最小网络号 最大网络号 以及直网数量 最小的主机号 最大的主机号 以及这个主机数量 还有这个C类的地址 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得到这里面的数据 这里面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直网数量 以及这个主机数量 那么这两个数据呢 是直接的和这个网络号的长度 以及这个主机号的长度是相关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直接可以运算得到 那么这里面通过这个网络号的位数 以及这个主机号的位数呢 我们可以直接运算得到这里面的两个数据 那么这个表格的数据呢 只是这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数据 那么实际情况下呢 比这个也复杂一些 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些特殊的IP地址 或者说包含着一些特殊的网络号 那么这些呢 都是需要排除掉的 那么首先呢 有一些特殊的主机号是需要排除掉的 那么对于特殊主机号呢 有两类 那么第一类呢 就是主机号全零的 那么主机号全零的呢 表示的是单线的网络段 那么这一个IP地址呢 它是不可分配给特定的主机的 它只是表示某一个具体的网络段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主机号全为一的 那么这个呢 表示的是广播地址 那么如果说这个主机号全为一的话 那么表示的是 往这个主机号的网络号 所有的机器都发送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呢 属于的是这个广播地址 它也不可以分配给这个特定的主机的 那么这一个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比如说 有这个1.2.3.4这么一个IP地址 对吧 然后这一个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A类的地址 那么对于这个A类地址呢 它的主机号全为零的话 1.0.0.0 那么这个地址呢 表示的是这个A类地址的一个网络段 那么这个IP地址呢 它是不可以分配给特定的主机的 它表示的是这一个网络段的一个IP地址 然后呢 这个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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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IP地址呢 也是不允许分配给这个特定主机的 那么这个IP地址呢 表示的是一个广播地址 如果说往这个IP地址去发送信息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将会广播给这个网络段的所有主机 那么这个IP地址呢 也是不允许分配给特定的主机的 除了这个特殊的主机号呢 还有这个特殊的网络号 那么对于A类地址呢 网络段存为0的地址呢 表示的是特殊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段呢 也是不允许使用的 同时对于A类地址网络段后期位全为1的情况 也就是说对于A类地址网络段是127的话 那么这个网络地址呢 也是不允许使用的 它表示的是这个回环地址 那么这两个呢 是属于这个A类地址的特殊网络号 那么除了这个A类地址有这个特殊的网络号以外呢 这个B类地址也有的 那么B类地址呢 这个17个0 加上8个0 那么这个网络的地址呢 也是不可以使用的 同时这个C类地址网络段192.0.0 那么这个网络段呢 也是不可以使用的 那么这四个是属于这个A类地址 B类地址以及C类地址的一个特殊的网络号 那么学习了特殊的主机号 以及特殊的网络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刚才的这个表 进行更加精细的一个描述了 那么这个表呢 是更加准确的一个表 这里面对这个最小的网络号 直网的数量 以及主机的数量 进行了一个更精细的一个描述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主机数量都减了2 那么这里面的2呢 就包括这个网络地址 以及这个广播地址 那么这两个地址呢 都是不可以分配给特殊主机的 那么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主机数量就要减掉2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这个直网数量 A类的地址呢 减了2 B类地址 以及C类地址呢 减了1 那么这四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特殊的网络号 那么这里面呢 也对这个最小网络号 进行了一个改进 这里面的最小网络号 A类地址呢 是1 B类地址呢 是128.1 C类地址呢 是192.0.1 那么这个呢 也是对这个最小网络号 进行了一个修改 好的了解了A类地址 B类地址 以及C类地址呢 我们就再来 也做几个简单的实题 那么首先第一个 对于这个IP地址 我们怎么样判断 它是哪一类地址呢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 把首8位给取出来 那么这里面呢 首8位呢 是0 111 1101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判断为 是这个A类地址的 因为它的首部是0 接着呢 是这个IP地址 那么这个IP地址呢 我们也可以把前8位 给取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呢 是这个前8位呢 是101 00011 那么这里面 我们发现 前两位呢 是10 所以它是这个B类的地址 然后还有这个210.36.127.11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把前8位给取出来 发现前8位的前3位呢 是11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C类的IP地址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分类的IP地址的相关内容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 是这个回环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 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回环地址呢 它并不属于任何的一类 这个有类别的地址类 也就是说 它并不属于A类 也不属于B类 也不属于这个C类 它代表的是这个设备的本地虚拟接口 所以呢 默认的是 永远不会弹掉的接口 只要你本机启动了 那么这个地址永远都是通的 那么这里面呢 也介绍了 在Windows操作系统呢 也有相似的定义 所以通常呢 在安装网卡之前 我们就可以聘通这个本地回环地址 那么通常呢 我们会使用这个地址来判断 本地的网络 或者是协议 或者是这个基本数据接口 是否有异常的 那么如果说本机的这个网络协议有问题的话 那么PIN这个127.0.0.1 这么个地址的话 也是拼不通的 那么这个呢 是对这个本地回环地址 进行一个简单的补充 那么除了补充这个本地回环地址以外呢 这里面还补充两个分类的IP地址 那么对于这个ABC呢 我们知道这里面的APC 每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运算的由来 这里面呢 那除了ABC以外呢 其实还有D类 那么这两类地址呢 我们是特殊使用的 这里面这个D类地址呢 前四位是1110 对于一类地址呢 前四位是1111 那么这个呢 也是对于这个分类地址的一个补充 那么这两类地址呢 通常是用于特殊用途的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了解了这个分类的IP地址之后呢 我们进入本节课第二个部分内容的学习 第二个部分是划分直网 那么什么是划分直网呢 这里面我们先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某一个公司 我们假设有一百名员工 那么这时候每一个员工呢 都配备一个计算机 那么这个时候请问该公司应该申请哪一个网络段呢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分类的IP地址的表给贴出来 这里面这个表呢 还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先来改一下 这里面的最大主记号呢 应该是4254 因为这个255呢 表示的是这个广播地址 所以呢 它并不是这个最大的主记号 最大的主记号应该是254才对 并且这里面的这个主记号呢 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先修改一下 那么这里呢 我对这个表格进行的修改 那么包括前面的这页PPT 以及这页PPT呢 这两个都是需要修改的 那么在这里面都不修改了 同学们需要注意一下 好的 回到这页PPT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公司应该申请哪一个网络段呢 那么通过这个表格 我们知道 对于这个CLA地址 它所拥有的主记号呢 有254个 因此申请这个CLA网络呢 它是最节约IP地址的 所以这个公司应该申请CLA的网络段 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它申请的是这个193.10.10.0 假设申请的是这个网络地址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个网络段 它可以拥有254个这个主记号 但是在这里面只使用了100个 那么通过分配这一个地址呢 就可以解决该公司的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拓展一下 我们假设这个公司有256名员工 那么每个人都配备一个计算机的话 那么请问这个公司应该申请哪一个网络段 那么同样的 我们还是把之前的这个分类的IP地址给贴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里面我们直接申请CLA地址呢 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CLA地址 它最大的主记号呢 有254个主记号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至少需要申请这个BLA地址 才能满足这个公司的需求 因为这个公司拥有2506名员工 我们只能分配这个BLA的地址 因此呢这里面我们就分配了190.17.0.0 这个IP地址 那么通过分配这个BLA地址呢 可以解决该公司的一个需求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BLA地址呢 它拥有这个2的16区方减2这么多个主记的数量 但是呢这里面这个公司只使用了256个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造成了极大的这个IP地址的空间浪费 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IP地址呢 总共只有42亿个 如果说很多的公司都是这样子去浪费的话 那么很快这个IP地址呢将会不够用 那么因此呢在这里面 在这个分类的IP地址之上呢 我们就提出了这个直网划分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直网划分呢 在原来在进行这个分类的IP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一个IP地址 它可以分为这个网络号以及主记号两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学习这个划分直网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IP地址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网络号直网号以及这个主记号 这里面我们注意添加了这个直网号的这个概念 那么直网号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呢 我们来举前面的这个例子 在前面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分配了这个193.10.10.0这么一个C类地址 那么对于这个C类地址呢 它有254个这个主记号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C类地址进行这个直网划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25位看作是这个直网号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分成1和0这两个直网号 那么对于0这个直网号呢 可以表示的IP地址范围是193.10.10.0 一直到这个193.10.10.127 那么这个属于一个直网 那么对于这个第25位 为1的这个直网号呢 这样可以把这个C类地址分成 193.10.10.128 到这个193.10.10.255 这么一个网络段 那么这个呢 就是把原来的C类地址分成了两个直网 那么这两个直网呢 分别是这个第25位为0 以及为1 这两个直网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个就是划分直网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一个例子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划分呢 我们就可以节省这个IP地址 那么怎么样节省呢 在刚才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原来呢 分配的这个直网呢 它可以表示254个主机 那么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把刚才所分配的直网 这个直网的地址 分配给这个公司呢 那么这样子呢 也可以满足这个公司的需求 并且在这里面 只浪费了这个26个IP 126减去100 浪费26个IP 那么这样子呢 就大大减少了这个IP的浪费 以此来节省更多的IP资源 那么这个就是划分直网的一个功能 那么了解了这个划分直网之后呢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A类地址 B类地址 以及C类地址 都进行很多的这个直网划分的话 那么将会导致有非常多的直网 那么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快速的判断某一个IP是属于哪一个网络号的呢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解决的 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这个划分直网之后呢 直网网络段的数量呢就更多了 因此呢我们需要一个更快的方法去判断某一个IP属于哪一个网络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叫做直网研码 那么通过这个直网研码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判断某一个IP是属于哪一个网络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什么是这个直网研码 以及这个直网研码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那么什么是直网研码呢 其实直网研码它和IP地址一样 一样的有三四二位 但是呢这个直网研码和这个IP地址不一样 它是由连续的0以及连续的1所组成的 这里面某一个直网的直网研码呢 它是由网络号位数个连续的1所组成的 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么首先呢对于A类地址 它有8位的这个网络号 以及24位的这个主记号 那么对于这个A类地址呢 它的这个直网研码就是 8个1加上这个24个0 然后呢同样的B类地址呢 它就拥有这个直网研码是 16个1加上这个16个0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B类地址的研码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直网研码换成实境质的话 那么将会是这个255.0.0.0 那么这个是A类地址的 以及这个255.255.0.0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B类地址的 那么同样的255.255.255.0 它是属于C类地址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分类的A类地址 B类地址以及C类地址的直网研码 好的通过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了什么是直网研码 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划分直网的直网研码了 那么刚才呢我们对这个C类的网络地址呢 进行了一个直网的划分 把它划分为0和1这两个直网 那么对于这个直网呢 它的直网研码就是由25个1 以及7个0所组成的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直网的直网研码 那么这个直网研码呢 它的点分是精致 就是255.255.255.128 那么这个直网研码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快速的这个直网的判断的呢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这么一个IP 193.10.10.6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通过直网研码 快速的得到这个IP地址的网络号呢 首先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直网研码为255.255.255.128 那么我们把它们的二进制都表示出来 接着我们把这里面的每一位进行一个end运算 也就是语运算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结果是这一个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每一位的这个语运算结果所得到的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换算成这个点分是精致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它的这个网络号为 193.10.10.0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IP的这个直网号 那么同样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IP 193.10.10.129 直网研码是255.255.255.128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二进制给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进行一个语运算 每一位进行这个语运算 就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换算成点分是精致 就得到这个193.10.10.128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这一个IP的这个直网号 那么通过这个直网研码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算出某一个IP 它所属的这个直网号 那么因为这个语运算呢 在计算机里面是非常迅速的 所以呢 这个过程呢 对于计算机来说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就是直网研码的功能 它主要是用于快速的判断 某一个IP属于哪一个网络号 了解了这个划分直网的方法 以及相关内容之后呢 我们再来学习本节课的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是这个无分类编子 C的 那么什么是无分类编子C的呢 那么主要是由于这个直网划分 它还是太复杂了 在这里面先要知道这个网络号 然后呢再进行这个直网号的划分 我们希望有更好更简便的方法 去使用这里面的IP地址 因此呢就提出了这个C的这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C的呢 C的它没有这个ABC 这么分类的这么一个概念 也没有这个直网划分的概念 那么主要是这个分类 以及划分直网太复杂了 那么C的呢 它把这个网络前缀相同的IP 称为一个C的地址块 那么因此呢 对于这个C的 它的IP地址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网络前缀 以及这个主记号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网络前缀和这个网络号 非常类似 但是呢 在这里面 它并不是某一个分类的网络号的意思 它是更广泛的一个网络号 这里面就称之为是这个网络前缀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对于这个网络前缀 它和这个网络号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网络前缀 它是任意位数的 也就是说它的长度是任意的 它并不受限于某一类IP地址 那么对于这个C的呢 它在记录的时候 它通常使用这个斜线技法来记录相关的IP地址 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193.10.10.129 这个IP地址呢 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C的来标记的话 我们通常是使用斜杠25 那么这个呢 表示的是它的网络前缀有25位 然后呢 它的主记号有7位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C的的斜线技法 那么除了这个25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 包括这个斜线13141516174819202527等等呢 都是有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每一种长度的C的地址 它的眼码的点分时精致 那么对于13位的网络前缀呢 它的眼码是255.248.0.0 那么同样的网络前缀长度为14的话 眼码是255.252.0.0 地址数是256K 当然的下面也有别的一些眼码的点分时精致 以及这个地址数 那么在这里面呢 除了这个网络前缀 与这个网络号 它的概念不一样以外呢 直网眼码的使用 以及这个地址的计算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是需要记住的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无分类编指系的呢 除了这个网络前缀 与刚才的这个网络号 不一样以外呢 其他的一些知识点 比如说直网眼码 比如说这个特殊的网络号 特殊的地址号 以及特殊的主机号呢 都是同用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Seed的网络前缀 非常灵活 所以呢 在进行这个IP分配的时候 或者说进行这个IP规划的时候 它是比原来的这个直网划分 要更加灵活的 那么现在呢 其实更多的都是使用这个Seed的方法 去规划这个IP地址 但是呢 为了理解这里面的Seed的 我们还是需要学习 前面的这个分类的IP地址 以及这个直网划分 才能更好的理解这里面Seed的内容 那么这个呢 也是老师规划本节课内容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 某一个公司拥有一百名员工 并且每人都配备一个计算机 那么请问这个公司应该申请哪一个网络段 那么学校到这里 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Seed来进行这个IP分配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使用这个斜线计法 把它分配一个网络前缀为25位长度的这个IP网络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对这个例子进行一个拓展 假设某一个时刻 这一公司增加了一百名员工 并且拆分成两个部门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进行这个IP的规划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为它分配一个24位网络前缀长度的这个IP地址 然后呢 对于这个两个部门 每一个部门呢 都分配这个25位的这个网络前缀的IP地址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公司的规划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这个小型网络以及大型网络的概念了 那么这里面的小型网络呢 我们通常称之为是这个直网 对于这个中型网络呢 也就是这个网络前缀为24位长度的这个网络呢 我们通常称之为是这个超网 那么直网超网呢 就是属于这个seed里面的概念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不妨再把这个例子再拓展一下 我们把它拓展为某一个城市 那么对应某个城市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seed来进行IP规划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给这个城市分配这个网络前缀为18位长度的这个网络地址 然后呢 对于这个城市里面的公司 我们分配这个网络前缀长度为20的这个网络地址 然后对于这个公司部门呢 我们把它分配这个网络前缀为24位的这么一个网络地址 那么这个呢 是对某一个城市的这个IP的简单的这个seed的规划 那么最后呢 我们简单的总结本结构的主要内容 那么本结构的主要内容呢 是包括三个部分的 分别是这个分类的IP地址 在这里面我们重点学习了这个A类地址 B类地址 以及C类地址 然后呢 是这个划分子网 还有这个无分类编子这个seed 那么对于第三个部分呢 其实才是现代进行这个IP地址规划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为了学习这么一个seed的 我们还需要对这个分类的IP地址 以及这个划分子网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这里面的无分类编子 希望通过这节课 同学们都能理解这里面的IP地址的子网划分 以及子网的一个规划